大家好,我是Lilliana 有好几个星期我们有上传视频了 是因为我买了一个新的相机 然后前几天才到 所以现在终于用新的相机 给大家拍一些相对质量比较好的视频了 今天我想要教给大家的是 法语口语当中经常用到的是祝福语 从每一天用到的 周末用到的 新年用到的 如果你是在法国生活的话 你应该会经常用到 可能天天都会用得到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吧 我们赶紧开始学起来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来法国的话 不管你去超市去银行去哪里办事情 当你结束时候你肯定会听到的是 那就是祝你有美好的一天了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我的视频的话 应该会学已经学了这句话 bonne journée 第二个就是 当已经是下午的时间了 你不想用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你可以用 那晚上的时候呢 法国人也会有祝福 就是祝你有美好的夜晚 祝你有美好的晚上 演唱 本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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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本素杨 是一个名词 是一个阴性的名词 所以本好的 它的阳性形式 要变成它的阴性形式 本素杨 本素杨 Weekend Bong Weekend Weekend就是 周末的意思 Bong是好的意思 Bong Weekend就是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一般朋友之间也可以说 或者是跟同事之间 可以说 跟你的领导也可以说 Bong Weekend Bong Weekend 接下来要教给大家一个 可能日常生活中 比较少听到 但也偶尔会听到 就是Bong 后面加星期一到星期天的任何一天 我自己听到的是 我去超市的时候 星期天上午去超市的时候 那个收益员会跟我说 Bong Dimanche Dimanche就是星期天的意思 Bong Dimanche 就是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天 那同理你可以说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六 就是Bong Samadhi Bong Samadhi 也就是Bong加后面任何一个星期一 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天 都可以 就代表祝你有美好的 比如说星期一 美好的星期二这样子 这个也是会用得到 但是比较少听到 接下来要教给大家 主要是关于节日方面的一些祝福语 因为春节马上就要来了 还有一个多星期吧 那一般情况下呢 怎么祝福呢 首先 节日的话是FET UNIFET 是一个音信的名词 那祝你有美好的节日 就是节日快乐就是Bong FET Bong变成Bong 因为FET是一个音信的名词嘛 Bong FET 就是节日快乐的意思 Bong FET 那一般情况下 新年快乐怎么说呢 Bong Nani Bong Nani Bong Nani 其实Ane是一个音信的名词嘛 所以就Bong就变成Bong了 那有一个连读就是Bong Nani 就是新年快乐的意思 那一般说到新年快乐呢 我们会想到的一个词就是 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那身体健康怎么说法语呢 Bong Nani Sondé Sondé就是健康的意思 Bong Nani Sondé就是身体健康的意思 Bong Nani Bong Sondé 接下来讲到一个就是 我们中国人过的是春节 就是春节 在法国是不过的 但是他们过的节日有 就重大的节日有 圣诞节还有就是元旦 那圣诞节快乐是 Rageux Noël Noël就是圣诞节的意思 Rageux就是愉快的快乐的 Rageux Noël就是圣诞节快乐 Rageux Noël 那还有一个是元旦节嘛 就是1月1号就是新年 Nouvelle Long Bong Nouvelle Long Nouvelle是新的 On是年的意思 新年 Bong是好的意思 就是元旦快乐 新年快乐的意思 Bong Nouvelle Long Bong Nouvelle Long 其实我们在国内也过元旦节 1月1号 但是我们同时也过春节 那春节怎么说法语呢 就是La Fête du Prendon La Fête Fête是我们刚刚学过 就是节日的意思 Prendon呢 是春天的意思 La Fête du Prendon 就是春节的意思 那我要祝大家新年 就是春节快乐 怎么说呢 Bong Nouvelle Long Bong Nouvelle Long 刚刚我们说 节日快乐是Bong Nouvelle Long 那加上春节就是春节快乐的意思呢 Bong Nouvelle Long Bong Nouvelle Long 刚刚我们学了Nouvelle新的 On是年 新年 Chinoise就是中国的 中国年 中国的新年 Bong Nouvelle Long 就是春节快乐了 Bong Nouvelle Long 说到节日的话 我们每年 每个人都会过的一个节日 就是生日 那生日快乐怎么说呢 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 Jouerje Anniversaire Jouerje Anniversaire Jouerje其实跟刚刚 Jouerje Noël是一样的 就是愉快的 快乐的意思 Anniversaire就是生日的 Jouerje Anniversaire 就是生日快乐 或者是Bon Anniversaire Bon就是好的意思 Bon Anniversaire有个连读N Jouerje Anniversaire 就是生日快乐了 好 接下来我要教给大家 日常生活当中 也会经常用到的祝福语 比如说出去旅行的时候 我们可以祝福 他一路顺风 旅途愉快 那怎么说呢 Bon Voyage Voyage就是 Voyage就是旅行的意思 Bong是好的 就是旅行愉快 旅途愉快 Bon Voyage Bon Voyage 还有一个就是当别人 做什么什么事情 他觉得比较难 你要鼓励他 就是加油的意思 Bon Gouhage Bon Gouhage 就是加油的意思 Gouhage是勇气的意思 Bon好的 就是加油好的勇气 加油的意思 Bon Gouhage 还有一个就是法国人吃饭之前 一定会说的一个就是 祝你有一个好的胃口 Bon Appetit Apetit是胃口的意思 Bon是好的意思 就是好的胃口 一般法国人在吃饭之前 都会对家人说 对朋友说 Bon Appetit Bon Appetit 那以上的祝福语呢 可以单独的使用 直接说刚刚我说的 Bon Appetit 加那个名词就可以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说一句完整的句子来表达的话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用您来尊称的 是 Je vous souhaite Shuette Shuette 是Shuette 的一个动词变味 表示 祝福 期望的意思 Je vous souhaite Bon Année 我祝福您 新年快乐 Je vous souhaite Bon Année 第二种就是 用你来称呼 就是比如说在 朋友之间 家人之间 用你来称呼 Je vous souhaite Bon Année 好 以上就是我要教给大家的 日常生活当中 常用到的祝福语 还有新年的祝福语 最后呢 我也要祝福大家 Je vous souhaite Bon Nouvelle Longchinoise et bonne santé et plein de bonheur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给这个视频点赞哦 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Mercie beaucoup de votre regard et à bientôt Salut Mercie Mercie